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别抗拒 我约你和Dr Tan见面 是希望可以找到 Ryan 你还是不 你还是不明白 我不需要在潜意识里找什么记忆 我要的是稳安能够回来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要怎么帮 小心 抱歉 我激动了 我继续去洗手间 她看起来很抗拒 你没有跟她说清楚吗 对不起 让你尴尬了 可能是我太担心她 怕她会陷入山 所以一想情愿想帮她走出来 没有想过她会怎么抗拒 勉强不来的 我再试试 总要想办法的 她最近因为情绪不稳 已经下医院告了长假 我怕她过不了这个坎 拿上自己的前途 催眠治疗不能够一厢请愿 如果她不愿意投入 很难成功 第一次催眠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是很正常的 其实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再安排时间试试 谢谢William 谢谢你筹工过来帮忙 不客气 其实她在浅浴室里 没有看到你想要的东西 很大的可能 是因为你所相信的曾经 并不是她的经历 你说的 一次催眠未必成功 那么就安排时间再试 好的 没有问题 我们下次见 我送你吧 来 现在你觉得呼吸很平静 很平静 慢慢的 慢慢的 你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轻 很轻 你看见熟悉的那扇门 你 是文安 我以为那场催眠阿妩能记起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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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你怎么会像我一样 像你们这种情况做催眠 其实难度真的还挺高的 未必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怎么说呢 毕竟接受催眠的是她 而她却没有半点你所说的回忆 她的意识里是有记忆的 我很确定 我们试试好吗 好 可以 陪着少婷这几天 我尝试劝过她 还是很坚持吗 她坚持要我再做一次催眠 我担心到时候如果还是没办法成功 她会受更大的打击 我有个建议 不如我们将计就计 阿妩如常接受催眠 但是同时我们让在场的少婷 也将情感投射进去 你的意思是 反催眠 之前少婷非常抗拒催眠 我们无法对她强迫进行 但是要是假设我们催眠阿妩 是为少婷设的局 或许她比较容易投入 你确定催眠能够帮到她 Ryan 你向来是不相信催眠这一套的 但是就算我的方法 没有办法为她解开心结 按照少婷现在的情况 能够大哭一场宣泄一下 也不见得是件坏事不是吗 现在 你觉得呼吸 很平静 很平静 慢慢地 慢慢地 你发现自己的身体 很轻 很轻 你看见熟悉的那扇门 你上前 轻轻地 把那扇门推开 走进那扇门之后 你看见 四面斑驳的墙 周遭散落的瓦片 封城的地面 都好熟悉 那是你们的曾经 那是你们的曾经 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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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元